來,給你抽 這裡孕育了相當豐富的負責資源 以什麼台灣特有的鵝魚鳥 最具特色是火鳥 台灣 男群C 我答對了 好重獎勵 舉發生靈火災協助常護法能獲得全體掌聲 第二步 第二、三、四、五、六 森林國家遊樂區 原生高位珊瑚椒子群 何則是題代表素種 C 我玩魚千塊 千塊 收誰 三步 一、二、三 體色全黑長約十公分 下獵為何的動物 好難喔 台灣三鵝魚 答對了 發現珍貴稀有植物 南虎留在得到全體掌聲 太開心了 欸你們在幹嘛 我們在玩森林大盒啊 森林大盒是什麼 能吃嗎 現在讓我為您比較 市售大盒與森林大盒的不同吧 市售大盒的背景 是以城市為主 例如台北 森林大盒是以森林為基礎 例如自然保留區 森林遊樂區以及國家公園 在角色上 市售大盒呢通常是以人物 以及動物作為代表 而森林大盒是將台灣五種代表 副業樹種壓成標本 作為角色 在機會命運上 市售大盒呢通常是以生活 事件為設計的基礎 森林大盒呢 是將森林法規 以及林務局的相關活動 融入機會命運中 在遊戲的進行上 市售大盒通常是以買地 以及蓋房 作為遊戲的進行 而森林大盒呢 與市售大盒最大的不同是 森林大盒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Q&A 是以各點的特色設計成問題 答對的人可以抽機會卡 並拿走問題卡 答錯的人必須抽命運卡 並退回最近的自然保留區 第二階段的競標 是以走到第二圈開始進行 競標每個點都可以競標 競標到可以收取過路費 第三階段的對戰 第一階段的Q&A所拿到的問題卡 為基礎進行對戰 最多錢的人即可獲勝 這樣你們懂事錯大光與森林大盒的差別了嗎 好像懂一點點了耶 感覺蠻好玩的耶 你還不來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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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玩 快來玩 快來玩